斯诺克选手了 人称台球皇帝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 由这个现在世界海军帝师的 Steven Henry对阵我国选手梁文博 他是七次世锦赛的冠军得主 并且是九次单根满分 147的创造者 让我们再次对今天的裁判 以及我们两位球手表示欢迎 然后看到这是Steven Henry 来对上梁文博 好的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还是请各位观众安静 精进的来欣赏一下 我们本次精彩的比赛 大赛非常有趣的请了一位 这个女性的主持人 对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裁判 是国际金奖级裁判 吕康明先生 网上来拍摄 质量非常不少 其实经常有人讲 叫一日不唱口声 一日不练手声 这个打星级裁就是有时 如果稍稍的有那么几周的时间 不磨干就不行了 谁说这个不磨干 其实就是一种 不是怎么系统的训练 你一上手你就觉得不行了 所以有些球员 在自己的下泄期当中 也会经常去打打比赛 有些人习惯在下泄期当中 更多的练球 我记得在07到08赛季 中间的下泄期里面 我们就没有看到过 当时应该是Mark Selby 没怎么看到过这个人 都觉得他应该去度假去了 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很白 他一点没有晒黑 在球方里面拼命练球 然后再看这个赛季 他的表现 完全跟前面就不一样 其实说到这个赛季 08到09的赛季刚刚结束 其实这个赛季 梁文博我觉得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这个世锦赛是打到了前八 对于他来讲也是非常的不错 可是后一个赛季 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赛季 梁文博的也还算OK 但是好像就不如前一个赛季来的 那么让人觉得惊艳了 对 但是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梁文博的这个临时世界 也不是临时了 就是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的排名 已经到了27 再打这个排名赛的时候 就打一轮就行了 对 打一轮的资格赛 那么如果梁文博可以在下一个赛季当中进入到前16的话 当然这个难度相当大 因为在32当中要爬上前16 这个是要求很高的 因为前面这些顶尖选手 都是在这个赛季赛不战而胜 直接进入到正赛 对 所以他进入中赛之后的 这个拿着积分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 其实谈到这个积分呢 今年这个整个的比赛啊 积分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今年这个上海大志赛 第一次进入这个积分赛 并且他和北京公开赛 这两战中国的比赛啊 这个积分都是大幅度的提升 这个市井赛的积分是不变 还是1万分的这个冠军 而排名第二的是这个英锦赛8000 这个上海大师杯和北京公开赛啊 都已经增加到了7000分 所以对于中国选手来讲 在本土作战啊 是一个拿分的好机会 上海大师赛和中国公开赛 中国公开赛 刚才发力是出现了 这样Hendry呢 只进了一分以后呢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刹车球过来 应该是过头了吧 他抓的是这个黑球的一道 他显然是过头了 又回头打5分的底带 中代的6分有球 那就是中代有球 那这个主球 看Kiss球以后怎么办 这个球呢 我们用红球来停一下 那么中代和这个底带两边呢 都是有球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 黑球有没有被挡到 就是被踢下来的那个球 也许挡到了黑球的进球 就是右侧底带的下球的路线 对 因为红球找到呢 在这个盘面上来讲 并不难 显然黑球被挡到了 就要4分或者3分 倒拉过来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去KT的一下 对 因为就去叫4分 然后把黑球上方的 右边的这个球 就把它作为地目标球打掉 然后一颗星再叫黑球就好了 这样呢 其实是增加了一个风险 对 失误的可能性会增大 好球 好球打进 但是你看 接下来的球 每一颗都不胜好打 除非说这颗球再打进 再要到位 其实你还是回到 一个刚才 就是去打5分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中间增加了两个环节 在下棋当中 我们经常听到棋平 会讲 这个叫还手 还手就是你 当抓折抓 当杀折杀 绕了一圈回来以后 还是这样 那你多走了这两步棋 那这两步棋 就给了对手 一个腾挪的空间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到 18 这个黑球好像没有办法看到 对 所以走来走去 这盘球的一个提演 还是在这个黑球 右边这个红球上 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能盘面上就好看很多 否则你永远就是在调整 小拉杆打6分钟弹 这颗6分的中带打完 其实他可以去处理 黑球右侧的这颗 挡着黑球下球路线的红球 是 他就是要来处理这颗球 想来想去 其实没有别的路好走 就是要把这个球打掉 但现在麻烦多了一个 就是黑球下方有一个球 本来如果打这颗红球 打进的话 那么弹一颗星起来 就叫黑球就OK 那现在有了这颗球以后呢 就变得 难度稍微大一点 26 嗯 真是 谢谢 走到这个角度 黑球有下球路线了 那现在不是黑球的下球路线 其实黑球是始终没有下球路线 他要走的是 但是我们下球的下球路线是 是 我们下球路线的下球路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